若融通禅门 在习诸古物 就是禅宗上讲的 窘脱根真 窘是远 脱是脱离 远远的脱离 六根六成 这怎么下 远远脱离了 不用藏了 不用六根 不用六成 那这是什么世界 这个世界一般成为灵界 根根尘都是物质现象 根尘都放下了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五色界天 五色界有四层天 那个天上是 窘脱根真 但是它不是佛法 佛法是大吃大悟 它没有大吃大悟 它只是放下 这种观念 几千年前古人 就有 佛教没到中国来 中国老子里头就有 有什么一句 这么一句话说 说 无有大患 未无有神 这老子讲的 我最大的忧患 是什么呢 我有个神 这神是个累赘 是个麻烦 那么有神都好啊 那么有神就到 五色界去了 所以 道家的境界 比儒家高 道家没有离开 这个儒没有离开 神 道家念念的 不要身体了 这个境界高了 神明清白 是禅宗将的灵光 度要 如果 拱脱根尘 没有灵光 度要 就是四空天 那加上灵光 度要呢 那不但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是发界了 他生到 祝佛如来的 舍宝庄影头 这就是 明心 见心 见心 成佛的境界 宗门这八个字 窘脱根尘 灵光 度要 这两句话 非常重要啊 尽宗的拥有呢 有 你看尽宗念佛堂 堂主 有两句叫 口头铲 为什么 天天在那里叫 提醒大家 万云 放下 或者说 放下 万云 放下 身心 世界 那就是 君头 跟着 提起 正念 正念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什么呢 是灵光 度要 净土宗念佛堂里头 不可思议 会归尽宗啊 在 都市 六根 都市 六根 是 西地 西桌 狗 无 静念相及 自得 心开 是 谢明 亲本 该 一生 佛好 一身心 念佛 即是 十九 和 半九 这几句话 是 念老说的 那我讲的就更明白 放下 身心 世界 不要再管了 一向 端念 阿弥陀佛 灵光 度要 啊 大师之 云童 张上 说 敬念相及 自得 心开 这是 这是 苦 念佛的 功夫 成就了 念佛的 古德 先强 自得 心开 就是 民心 坚信 坚信 就是 称呼 这样的人 往生 升到西方 极乐世界 时报 专严图 来 我来说 我们就会 帮助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